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楞严 楞严经呢,是说是最晚传入中国 然后又是在这个法灭禁经里边说是最后 就最先灭的这个经典之一 还有最先灭的好像还有波周三媚经 这些都是先灭的经典 最后灭的是无良寿经 靠无良寿经最后能读人一百年 就靠那个无良寿经最后还能读人 最后一百年说是 只留下这一部经了 最后再读一百年 然后这个佛法就在这一世 就是这一界人类的历史上就灭了 然后之后就直到弥勒出世 这个期间都没有佛法 剩下的可能我估计就靠姻缘度人了 没有佛法就看姻缘吧 还有起码还有这个地藏王菩萨 各大菩萨还来世间来度人 但是呢应该是没有佛法了 那就看姻缘了 这楞严呢 怎么说呀 这个楞严这部经比较特殊 因为他呢写的都非常直白 这个从为什么这个修佛 从最最初的问题 也就是最最根本的问题 我是谁 然后这个认知世界的主体是谁 从这个角度开始给你分析 纯粹是用这个逻辑分析的方法 给你掰开揉碎的讲 然后呢后边呢还是 就非常明确的把各种 这个心理状态 还有这个六根六尘的这种 境界都给你说的很清楚 没有一点隐藏 也不像道家 还要这个做好多的比喻 很隐晦的比喻呀 什么龙虎啊 签单呀 什么这个用各种替代的符号啊 然后就说的玄乎其玄的这种东西 你你不你你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这好像很好像有暗语一样 就像过去那个生意人 有生意人的春点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这个春点 这个就是暗语 咱们有的 这什么土匪里叫黑化 就这种东西 其实他就是为了一种这个 不让别人听明白了 但是内部人能好明白 像道家很多典籍里 就是老用这种特别隐晦的词 让你让你摸不着头脑 觉得很很神奇 但是佛家不一样 佛家一般都是直接的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直接给你分析 没那么多虚头八脑的东西吧 然后是 就在这个 尤其是愣眼里边 然后把这种什么四种清静明晦 然后这种多少种 十种仙人 就是这种靠修行来的这种 就是要得到某种能力的这种 咱们现在要什么特异功能人 仙人 或者是 怎么说 就像人修成人修仙 这个动物修成精怪 也想修成人 然后也想修成仙 这个路数是一样的 大部分都是追求这种不死 首先是坚固形体 不死 然后这个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奇异功能 什么飞行啊 顿术啊 然后这个 长生 还有这种 天眼天耳啊 就这种追求这种特殊功能 为目的的这种修行 然后还把好多的那个神通 神通也给解释一下 什么一通啊 暴通啊 神 这个神通 鬼通 还有这个妖通 这些大概的意思 就是把世间的这些 反正你觉得奇怪 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都讲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大家一般常见的这种 觉得哎呦大师 或者大仙 或者是神人 都是这种 他靠什么来的呢 尤其是那种 比较玄的东西 什么 格物透视啊 预测未来啊 他还有这种什么 那个 这种神族 倒是很少见 说是我瞬移 我瞬间移动 我能从哪移动到哪 还有这种分身啊 还有这种什么 能见鬼啊 见妖啊 这些东西 都是从哪来的呢 有神通 他就是 有的是前世 修行过的 他就是依这种什么 这种这种 所谓的 就叫什么 大通七经八脉啊 什么修定啊 然后这种 甚至包括一些 外道邪邪 这种 什么 西人精气啊 西日月精华啊 就这种 这种靠这种术 以自身为基础 靠这种术 来这个 产生一些 产生一些奇怪现象 产生一些奇怪能力的这种 然后有前世来的 有这个依靠妖的 有依靠这种灵鬼的 有依靠这种 这个 叫什么 术术的 这种 还有依靠这个 就是各种的 什么占卜推算 这是靠数 有的是靠数学的数 有的是靠方数的数 这个靠数理推论 像现在咱们常见的 这个 什么中国这种古代算法 还有靠这个 什么西方的这种天文立算 印度的这种 这种也是靠天文 大部分都是跟天文有关的 这种预测数 然后看人事兴衰 看事情成败 就是这种推演 另外还有就是 这种算是一通 就包括现在科技 这种造成的神通 什么 就是可视化的 远距对讲 然后这种3D技术 还有 各种什么 像要靠 靠这个 这个吧 Neutral Link 这种神经连接 它也是靠科技 靠这种科学技术 依技术而产生的这种神通 都在这个一通里边 就是依某种工具 某种方法 来进行的产生的神通 这种都算一通 然后 愣眼睛讲的很明白 然后大家呢 有时间我觉得 大家可以读读愣眼睛 虽然说 哲学思辨这块 就是开始的 七处正心八魂变见的时候呢 有点费脑子 确实费脑子 然后问阿南问心在哪 然后这个 佛祖说 你决心在哪 阿南说一句 这个佛祖给他 给他讲一下 说是不在 是在这儿吗 哦 这不在这儿 那是不是在那儿呢 佛祖有说 那你看这个 那个 这个那个 给他举正反例子 然后说这个 你看在那儿吗 也不在那儿呢 然后七处正心 八魂变见 就是 等于是哲学上 这种思辨 然后也是一种分析 就告诉你 这个密心了不可得 然后这个 其中最大铺头的 是这个 修愣言的 这个愣言咒 按这个愣言咒 这个记载上面 还要有这个 修愣言咒的道场 我在北京的 唐哲寺吧 好像是 还是借台寺 我忘了 他有一个 有一个修 有一个修 大悲咒的 一个店 还有一个 就是修愣言咒的店 他要什么 多少面镜子 还有这个 里边各种贡品 这种 需要的这种法器 反正是 这个 确实是 很 很殊胜 很庄严 但也很繁复的 这么一个 一个道场 这个是修愣言咒用的 还有修这个 大悲咒用的 这种 这种坛场 但是呢 这个修愣言咒有名的 现在就是 宣华上人 原来老老是 在世的时候 说的这个 他年轻的时候 就持愣言咒 和大悲咒 来这个治病 然后这个 驱邪避难 就 愣言咒呢 是 很长 然后这个 不说最最 绝对最大 步头的咒吧 但是 但是就算是 基本上是 最最最 最长的咒 这个一般人 叫什么 愣半年吗 你要背下来 大概得半年 但是我觉得 有的快的人 好像 几天就能背下来 几周也能背下来 这我估计 是有前缘 然后这个 前生呢 对这个东西啊 比较熟悉 咱们大家有一种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就是 deja vu的这种 就既视感 就觉得这个东西 或者这本书啊 好像看过 然后这个 这件事好像经历过 就是很容易上手 好多东西都是 比如说有一些 没经验的东西 但是自己过去呢 就三下五出二了 就觉得 哎 我这 前世好像干过这事 然后觉得就很容易上手 这种感觉 读书也是 就好像这本书我读过 然后就读着 觉得特别亲切 觉得特别的 哎呀 九尾的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是 嗯 有人可能就是被子就卖了 因为 因为楞严咒的这个 每一句和每一句 你他都是繁门音 如果你知道 你要说他有什么意义吗 他也有意义 但是也 不是表面的意义 呃 有深意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咒 你不能去解他 你就是不能说 纯照繁文翻译 纯照繁文翻译 那就是 就是一些什么祈祷文 你看出来只能是祈祷文 你也看不出别的 但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威力这么大 他因为他这个 每一句祈祷文 他是从 呃 史加摩尼佛顶上出现的 一尊佛的心流 流出来的这个 呃 这种 这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范体的这种清净的这个 咒语 呃 咒语是什么呢 咒语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 冷言咒 就是佛的真身 就是佛的本体 他就是有法身说出来的 但是法身 其实没法说 不用说 不说而说嘛 说而不说 这个 你觉得有意义 你觉得能能理解的文字 那不是不是真身 而是 而是这个法身 说出来的 这种不说而说的这种 这种这种境界 造就了这个咒 你得去体会这个 不能去 不能去思虑 不能去想 不能去分析这个咒 你只能是靠真心去念 做到 如果真能做到三文体空的这种 这种念法 也是从自心流出来的 从真心流出来的 不是妄心流出来的 这种时候 这个咒的含义 可能在你 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你就能理解了 我们常规理解 这就是佛的法身 佛的所有的能力 都在这个咒中体现出来 然后是 分五会 然后那个 一般来说分 这个说这五会里边 含有这个 增息怀诛的这个四种法 就是增益一部分 然后 悉灾一部分 然后那个怀服一种 然后还有诸服 诸灭 这种 这种 这种咒 因为他这个 等于是 佛祖 佛祖在这个咒里边 就是把这个 给你了所有的工具 你可以用的这种 都非常上力的这种武器 或者是好东西 都在这个里边 想想 想那个增福增寿啊 然后想那个 悉灾啊 是诸服 外道啊 还是那个 怀服 这些都 这些工具 很全 所以你要持 愣言咒 所有的这种 天魔外道 都都不能动 就全都被射住了 因为这是佛的法身 然后这个 也是佛的大能的这么一种体现 这个 无所不用 无用而无所不用 这么一种 一种功用 这个愣言咒 有什么 在实际当中 有什么 感应呢 有 我看过这么一个故事啊 说是一个 药店老板 他就是 持这个愣言咒 一直在持 有一天呢 他持咒 然后中午啊 打盹 忽然恍惚之间啊 看见他两个朋友 从外边进来了 然后他就想 哎 这两个哥们怎么 今天没事过来了 然后这个 仔细一想不对 这这俩人 他不是死了吗 哎呦 他一想 这这是鬼魂 这这找我干嘛 这 然后他就 这个战略经经 就问说 这个你们二位 这找我有事吗 这怎么着 你们二位不是 已经先去了吗 然后就跟他说 说啊 我们知道你念愣言经 你持愣言咒 然后说这个 我们来找你啊 就是求你帮个忙 说我这个 咱们生前关系不错 求你超度一下 然后说 那我不会超度 没练过这个 我是一居士 我开腰店的 我没练过呀 不是和尚 没有经颤这方面的 这个经验 说不用 你呀 就跟我们持 愣言咒就行 然后你就甭管了 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真心持咒就行了 然后这个 好吧 那人家都说了 那咱们作为朋友 这个甭管生前死后的 该尽点义务 尽点义务吧 就开始吃这愣言咒 开始念咒 念咒以后呢 就看这俩人 越靠他越近 越靠他越近 然后他是坐着 蹬着他膝盖 上了他肩码了 然后就往上走了 去走了 往上没了 嘿 然后这个 争大闷了 说哪去了 这俩人怎么没了 然后这个 后来看见门外边 又来一个人 什么人呢 是他呀 这个一个前妻 得病死了 然后这个 还带着一孩子 那孩子原来也是 跟他妈一块得病死了 就是前妻和孩子 然后这 呦 说这 你们怎么来了 然后说这个 我们也是来求你 这个超度的 一样你跟我们念 也念咒吧 你刚才那俩朋友 都一块走了 说好不好 接着念咒 然后这俩人也是 踩着他膝盖 蹬着肩板 然后往上 就去了 就没了 这可见这个 楞严咒 确实这个 威力巨大 因为这个 很多道场都挂楞严咒 或者随身 佩戴楞严咒 或者您会念 或者会背 都这个 豪处太多了 起码这天梦外道 不能接近 这是 这是楞严咒的 一个这个法力 有时间呢 大家可以看看 楞严经 然后呢 如果您有心呢 您也可以持这个咒 而且这个楞严咒啊 它好像和这个 准提咒 是有点类似 因为它忌讳比较少 而且能灭 这个很多的罪 就连破戒的罪 连这个僧人破戒的罪 都能灭 就是 反正是这个 不像大悲咒 不像大悲咒 大悲咒可能还要求您这个吃素啊 持斋啊 戒婚星啊 就这些 然后可能要求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愣言咒 没那么多禁忌 总之 对大家这个 修行啊 或者是生活呀 都有好处 如果您能 持这个咒啊 加上回向啊 把这所有的念咒功德呀 回向给这个法界众生啊 回向西方净土啊 回向您身边的冤亲债主啊 这个应该是能保证你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坏事越来越少 好事越来越多 天猫外道也不能接近您这种 当然了这个念咒的时候还是要咱们秉这种熄灭贪嗔痴 这是秦修界灵会的这个宗旨吧 希望您能多念 然后这个最好能背 然后呢 常念 然后这个 前回向 然后对咱们这个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 增益 好 谢谢您 今天就到这